9月11号上午召开1020年度导师会议 会中报告1020年度实证事务和承座研西 教师出席率高,几乎做完整个会议时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计划引进小学的导师专职制度 减轻教授的负担,让教授能专心于研究及教学上 我们知道教授真的很忙 而且大部分教授都没有接受过辅导的一个信念 尤其以前也许可以 因为现在学生的忧郁症各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 甚至那个信品的委婉信品法的也越来越多 另外一项变革则是学生的超性成绩 自1020年度上学期期 教师不用登陆超性成绩 直接由系统转换成绩 基准,把95分为满分 然后也用这个加减 我们有技巧或的机构拿来做斟酌 网络的普及除了带来正面的影响 在青少年中也产生网络成瘾症的问题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普遍 大学生低头足滑手机打卡按赞 在校园中随处可见 精神科医师张远提到 早期网络成瘾多为游戏成瘾 但近几年台湾人封脸书FB 变成网络成瘾症的新问题 整天就是一直在拖自己的动态 然后去看看说有没有人给自己按赞 有没有被按赞的时候 心里就觉得很失落 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的人员变得不好了 是不是我这样子就是变得很逊 那其实呢 这样一个脸书的渗透的话 其实真的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 要怎么知道是否已经网络成瘾了呢 张远师提出四点明显特征 作为大学生自我检测的标准 强迫性使用网络 对于人际往来失去兴趣 有新介练网络却无法成功 说谎也是上网行为 这些都是网络成瘾的明显特征 导师是最贴心上学生生活的师长 制作的改革 导师的专制制 真是希望学生有得良好的学习环境 校园记者蔡新一期间一报道